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节选 宋 苏氏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有请经典传唱人 中华经典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 永远流传 今天我将带着一首 用流行音乐演绎诗词的经典之作 并用全新的方式 向大家展示传统文化 如何拥抱未来 中华经典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典传唱人王沛宇 今天我将和另外一位经典传唱人 虚拟歌手《洛天一》一起合作 我们把《但愿人长久》唱给你听 《洛天一》是其古典美学和现代科技 与一身的虚拟歌手 是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少女 滑风夏韵 洛水天一 其名洛天一三个字 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 承载了美妙的寓意 洛天一曾演绎许多中国风的音乐作品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Either Harp Gemaine 归与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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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闻晴天 不知天上功却 今夕时何年 我与乘风归去 唯空穷楼玉玉 高处不声寒 岂无弄轻盈 何死在人间 转出个地气 你不照不眠 不应有恨 何时常相遍 是人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圈 此时孤难圈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卷 我与乘风归去 为了我与乘风归去 随空穷楼玉玉 高处不声寒 情无浓情 何死在人间 走不消 你不知的 那希望 我约别 你多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位中国国粹金剧的代表人物 和一个现在在青少年当中非常流行的 由现代科技打造出来的一个虚拟歌手 两位合作真的是太让人惊艳了 我们是不是把洛天一也请出来一块聊一聊 还能访问他吗 我以为只能唱歌 可以可以 来 掌声有请洛天一 又是这样的世界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天一 大家好 我是洛天一 很高兴地来到《经典勇流传》这个节目 跟金俊明家王沛宇老师一起 用特别的方式演绎这首经典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 这个画面太神奇了 欢迎天一 欢迎天一 我们在从画面里看到你和王沛宇老师 真的是非常的唯美 就像一幅有生命的水墨画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虚拟歌手 你也这么喜欢传统文化吗 是的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且我觉得通过我的表演 为传播中国文化尽一份力量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说得好 今天能跟王沛宇老师同台表演 天一改道非常荣幸 也想借这个机会 向王沛宇老师 学习几句中国金剧的唱段呢 可以啊 那我们 来四句《空城记》 《空城记》 好不好 我先唱一遍 我正在城楼 观山哪尽 这太难了吧 王沛宇老师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了 就看天一的了 老生啊 这可是 老生啊 这可是 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唱一遍 我现在想要唱一遍 一遍 还是想要唱一遍 但千里有机会 快乐都要唱一遍 可能会是未来的音乐感 虽然这些年 我一直在做着 各种各样的花式传播金句 包括公开课 包括直播 包括很多的跨界合作 但是今天 是我第一次 和这样一个虚拟的歌手 天一小妹妹来合作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 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换起90后和00后 以及更多的年轻朋友们 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戏曲艺术的 这种热爱和兴趣 很多人都说 天一我是科技的代表 我的身上寄出了人们 对于未来的想象 但是不忘本来 才能面向未来 只要不断了解历史和文化 从中汲取灵感 得到熏陶 我们才能更好地 去拥抱这个时代 拥抱美好的未来 希望今天我带来的表演 能让大家用全新的视角 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感受它的活力 再次把掌声送给洛天一 谢谢 谢谢天一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又是一阵青烟 西游记 太神奇了 非常开心 今天这个经典传承的作品 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 接下来我把时间 留给我们四位 鉴赏团的成员 我们进入这首作品的 鉴赏时刻 人们都说 自从水调歌头出来 中秋词可以尽费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这首词里边 苏氏从天上写到了人间 从他远隔百里之外的兄弟 写到了他对人生 渴望团聚的一片畅响 所以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高处不声寒 那给我们展现的 好像是他要去追求一个仙境 其实不是 他说了 何时长相别时缘 月有殷勤缘缺 人有悲欢力和苏氏 对于人间的分分合合 那领悟的是非常透彻 所以在苏氏的身上 既有一种仙气 也就是当事人说 他就像坡仙一样 他身上又有一种 浓郁的烟火气 人间气 所以我们看到的苏氏 既是那样的飘逸 又是那样的亲切 这种仙气和人间气 在他身上结合起来 成就了一个 我们万世万代 都喜爱的苏东坡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当中的 一段精彩的乐章 刚刚在看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画面 除了我们眼睛看得到 我心里面那个画面 又涌出来是什么 当年苏东坡在写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精细是何年的时候 我们竟然用不同的科技 呈现了当时他想象的 具象化的那个画面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对 这就讲到我们艺术的创造 一定跟想象力密不可分 因为心里有 而艺术的真正的完成 是靠艺术家和观众 共同来打造和完成的 我心里有 所以我眼睛里有 所以你们看到的就有 这个就是艺术家的心 但愿任长久这首作品 它被人们的喜爱 我觉得还不仅仅是因为 诗词本身 因为语言的美 它达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它需要通过另外一种 艺术形式达到升华 大家都说诗是远方 但是我想远方的那个远方 是音韵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 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经典文化是源头活水 在不同的时代 都有它流动的生命 做经典的传承者和传播人 是我一生不变的追求 我是经典传唱人王沛瑜 我是经典传唱人露天一 请打开微信摇一摇 我们把但愿任长久唱给你听